来看最近人力银行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羡慕的职缺 因为只要体验全台100家民宿上网写写心得 半年可以拿薪水150万元算算一个月20几万 工作仪放上网路短短几天 立刻吸引超过上千人来投履历 有没有这么好康工作6个月就可以拿到150万的薪水 人力银行把职缺po上网 民众听到的第一个反应都是 其实这是旅游网站要寻找民宿体验大使 半年内入住全台100家民宿 在上网分享住宿心得 150万入贷等于月薪25万 在我们的这个po上网的当天呢 就有600多人报名参加 那现在早就已经突破千人了 愿意我文章还不错 还是觉得没有那么好康的事情啊 写起篇文章然后就可以拿到150万 民众反应两极波类似的工作还真的是挤破头 之前有旅游业者争王牌试税源 一年睡52间饭店 有吃有玩 每个月还能拿到1万元的旅游津贴 波仔细看这些工作都是万中选一 只有一个幸运儿 除了要讨观众员 业者也不会言 技术高薪要找精英之外 更是想省广告费达到另类行销